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命理逢空格 命理逢空格的意思就是 地空跟地劫在命 其中一個就行喔 其中一個行要喔 兩顆在命 非常兇 地空地劫我在以前排盤的時候有說到 它是依據你的時辰 順行 從這邊開始數 直醜銀卯乘四五 為生有虛 嗨 順安節 這個 地劫的節 那逆安空 地空的空 是這樣子 安排所以它同攻在五根子 然後對攻會是在這裡跟這裡 它會這樣子 反正它是這樣子 跑一圈過來的好 那命理逢空的意義何在 它是說 如果 其中一個守命位之命理逢空 會有古詩是說 空節來臨的沒有吉星 吉星是什麼 有六吉星 地空 地劫是煞星 但是 左撫右臂是吉星 天回天月是吉星 好 那沒有吉星的話 求名利 可以成功 清閑孤獨 可以延壽 富貴榮華就像過往雲間一樣 這個格就是說 孤獨方能長壽跟富貴 好像很兇 如果是孤獨的命的人 古時 去做 聖人 或為道 就是出家的意思吧 可享清閑 但現代 信仰宗教 離家為家 現在是這樣 如果你要修行 不一定是出家的形式 好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議題是因為 最近很多這個股市的 學習的課程跑出來 然後總是 還是有問人問我說地空地劫 是不是真的捐錢可解 其實已經 三年來有很多的 客戶 寫信感謝然後 論命 已經論到的時候跟我講 確實 真的 大有幫助 我看你是行李作用吧大有幫助是真的嗎 真的有差 真的 怎麼有差 我會當辯證法的方式去詢問你 那你之前損多少 那現在怎麼樣 我自從去做這些事情之後我發現 我 散掉的錢 沒有像之前多 這樣比例下來很好 當然我捐錢不是為了說我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都沒關係 至少你願意做 這是好事 再來求我們是 是那個 無謂 的區域布施 再求自己心態上 是很公平公正的 不是為了為己 為了這個大家 就散出去 你去實際試試看 到底 有沒有效果 所以命理逢空這件事情 不是 代表說你真的沒有富貴 是如果假設你有1億 我真的見過好幾次上億的 如果你有1億 你損1000萬2000萬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值 但是他絕對超過10% 損失的錢絕對超過10% 可是如果你去捐 你1% 2%開始捐 5塊10塊100塊 捐 去做這個 好事情 你去感覺一下你是不是 會有不同的效果 命運的安排 又如 電腦 全世界電腦連線 也沒有辦法抵過你的命運安排 很奇怪 你就是看到 損財的項目 損財的股票 損財的人 那問 有人問技術分析可不可以 抵禦地空地節 這個不是同一個議題 就是說 股票的這些知識 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是真的存在的 跟我們命理算命是不同的概念 它不是同一個概念 你不能問我說 學了技術分析 能不能抵禦它 這兩個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好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可以算出 股市老師損財的年份呢 我就問你為什麼會損呢 因為 地空地節在的年份就是會損 它是其中一個損財的年份 其中一顆就到了 就可以了 或是三合有 或是對公有 因為我把技術 分析的資料全部 拋到腦後 我不管 我把機器拔掉 為什麼 因為我貪心 所以地空地節會讓你貪心 地空地節會讓你妄想 為什麼 要讓你好修行 所以 空節在命好修行 下一期我們要講 空節夾命 都是跟地空地節有關 可是在命 跟夾命 有什麼不同 其實這樣的人應該做什麼 做技術 不是說技術 股票技術分析 是做那個工程師那種 或者是你去創作 或是藝術家 等等 你創作什麼東西 發明什麼東西 其實特別的好 命理逢空 也是符 只是 差在 命理逢地節 還是命理逢地空 以後我們再來講 有什麼不同 歡迎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會 拜拜 拜拜